原型製作完 作品檢核的方式 這裡為大家說明我們在原型製作完 作品檢核的方式 我們在高壓空氣競速車這個主題裡面 有五個規範 第一個就是我們在車輛的車身造型設計 不論是同學設計賽車的形式 或者是房車的形式 這都符合我們的規範 第二個就是動力的部分 那我們為了讓同學在測試的時候 可以節省成本 各位同學也可以使用PVC鋼管 或者一次性的這種鋼瓶 都可以作為我們的動力 那它可以直接 如果同學要做這個中級的一個高壓空氣的競速 我們也可以直接把鋼瓶套到我們的PVC水管裡面 做直接的測試 所以這兩個設計是可以結合一體的 第三個部分就是我們的尺寸 那我們高壓空氣競速車在尺寸的規範上 同學必須做到長度有20公分 車子的寬度是8公分 車子的最高點 最高點必須有5公分高 所以這裡老師用一個三角板注意一下 各位同學可以看到它有5公分高 這樣就是我們組合這個高壓空氣競速車在尺寸上的一個規範 那第四個重點呢 就是我們的車輛 必須重量在150公克以內 所以我們這邊就拿一個電子秤 是放上一個珍珠板 先做歸零的動作 然後我們再把我們的車輛去放在空車重的狀況 放在我們的電子層上面 那它必須在150公克的重量以內 最後一個部分就是我們的車子的正前方 正頭椅面呢 它在車正頭椅面最大的位置 必須要符合50%以上的投影面積 那在這裡我們用這個可以自由量測各種曲線的這個量規 我們把我們的車輛放好 然後這個量規只要這樣子壓下去 就可以把這個車身這個正頭椅面積的這個取樣抓下來 那在這裡呢 我們有一個寬度是8公分 高度是5公分的一個方格子 我們就把我們的曲線套在這邊 我們就把剛才取樣好的輪廓線呢 描繪在這個方格子上 那在這裡面這些部位呢 是我們實際上車身的正頭椅面積 我們要計算這裡面的格子數量 是否有達到50% 那總共呢我們是每5公里一小格 所以這個8公分乘以5公分呢 總共裡面有180個 那我們在這個有畫斜線的補面線的這個格子裡面呢 至少有80個 我們就符合我們的規範 所以這邊基本上老師應該不用算了 就是我們扣掉沒有被畫到的格子數 很明顯它已經超過50%了 所以這個就是符合我們的設計規範 但是這個部分人是很容易的 然後然後還是要計算 cases 我們都能記住的那麼多 那麼多方便 感谢观看